11月22日,CBA常规赛展开第15轮争夺,14连赏的广东137比115击败山西,取得15连赏,比赛第三节,一剑连赛防守时面部被击打后血流了一地,甚至流到了后脑勺,一剑连全场比赛 拿到30分8个篮板,他的伤情是否会影响失欲赛的比赛,留下一个悬念,这是两队五天之内的第二次交手,11月18日在山西主场,广东94比77赢球,这场比赛在前,广东官方宣布赵瑞的脚踝受伤,缺席12到3周的时间,本场比赛肯定无法出展,少了主力后位,广东第一节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 山西的外员穆罕默德发挥出色,手锦26比24领先为2分,进入第二节,广东找回比赛的主动权,但劫44比20赢了24分,但场取得22分的优势 比赛进入第三节,山西队依靠李静宇的三分球追分,但被水戳心,广东队打得更为全面,德莱尼发挥出色,广东队保持2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 该节比赛还有3分10秒的时候,场上出现意外的情况,山西队的进攻,刘冠层突破杀到篮下,意见连防守到外,刘冠层的上篮没有命中,但是意见连随即倒在地上 慢镜头显示,刘冠层突破上篮时,右地打在了意见连的脸上,意见连的面部被打开了一个口子,血流了一地,他躺在地上,可以看到,血都流到了后脑勺上 意见连不得不到场边包扎,这一下子,看着就疼,流血不少 之后的比赛,意见连没有登场,毕竟广东已经锁定胜局,末节比赛,两队更多是替补登场,广东137比115击败山西,好只15连胜 全场比赛意见连出场25分钟,拿到30分8个篮板,效率很高,意见连的面部伤势,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国家队集训 本赛季意见连曾引伤缺席了无场比赛,复出后他延续出色的发挥,成为广东联胜的关键 按照安排,第15轮联赛结束后将进入间歇期,紧接着国家队将驻站两场试运赛的比赛 意见连,赵瑞,虎明轩,周鹏和任俊飞,都进入了南来大名单,但是赵瑞已经提前退出 如今意见连如果缺席的话,那对国家队是个很大的损失 赛后广东主帅杜峰表示,山西队有很大的变化,在上半场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大家还是一路打过来,高强度的攻防,防守的要求 队员相对有些疲劳,场上有时候表现得不是很好 大家可以把比赛拿下来,很不容易 希望间歇期大家有一个好的恢复过程 再一个就是要看一下阿连的伤病恢复情况 你应该把这个是变化 阿连的伤病恢复 我利益 感谢观看